活动由常受邀到各地表演的与集舞艺术带来震撼人心的开场节目 让现场所有人看得目不转睛 台上精彩表演接连进行 屏东陷阱局行进大队 少年队 妇幼队以及交通队 也带来可爱的波波 莉莉和斑马先生与小朋友们相见欢 并且在会场周边设置摊位进行犯罪预防 妇幼以及交通安全宣导 以及各项亲子互动趣味游戏 大人小孩都玩得不亦乐乎 有得玩还有丰盛的舞宴可以享用 现场备有多道原住民风味餐 烤大猪等美食 同时有素人歌手演唱优美的曲目 让大家伴随着素人歌手优美的歌声大快朵仪 三百位的原住民警察同仁以及眷属共享天伦之乐 场面热闹文心 不错啦 增加一点凝聚力 尤其是亲子关系和夫妻之间的关系都非常需要这种凝聚力 让我们的亲情能够更聚在一起 平常工作时间太忙碌了 难得有这个机会能够在家里一起来参加活动很开心 这场活动是警战署及原民会为增进原住民员工亲子间互动与沟通 推动对原住民族 传统教育 文化 语言 经济产业发展 在全国分务区同步举办亲子活动 借此促进员工之间的互动与交流 激发警察团队士气 能够借由今天的活动的参与共同 交流 互动 凝聚 团队 或者创造更美好的一种所谓彼此之间的一些人与之间的沟通 互动 增进 互相之间的感情交流 最主要是能够培养我们彼此之间在工作 在家庭 在整个世卫文化的这些原住民的既有的传统文化之中 共同窜起 互相关怀 彼此体恤 营造 人与人之间更好的 美好的一些人际关系 江亚文表示 原住民族同仁为警察团队不可或缺的优秀成员 陷阱举重是原住民族同仁的辛劳奉献 除了拔拙具有原住民身份优秀同仁担任重要干部外 并且鼓励原住民原警 优先返回原乡服务 警察机关的原住民同仁因为勤务繁重 少有时间陪伴家人 因此特别举办活动 感谢警卷的体恤和支持 让同仁们无后顾之夭的为屏东县大评与奉献 屏东新闻 蔡立华 韦德卫 采访报道 字幕继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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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 几乎 膝油 膝油